全油管最快新闻 今天傍晚二十许 广州地铁一号线西朗车辆段遭雷电袭击 出现顺势火光并导致供电设备跳涨 幸运的是技术人员迅速接入处理 及时恢复了正常 经检查后 设备无重大损坏 提醒广大乘客 遇雷与天气时需注意安全 尤其是地铁设施容易受到影响 希望相关部门增强防雷意识 确保地铁运营安全顺畅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市